谈完正体之后 底下就谈菩萨的行果 就是菩萨要怎么行呢 具备有哪些特征 行为称为不退转呢 这里就有提到 不说无语语 但说利欲相应语 不是他人长短 这些 这些都是菩萨行 所证的菩萨的果 菩提果 这个都是必进空的 所以以下再谈 必进空的行果 接着我们谈 不退转菩萨的行果 略述行门跟转不转门 行门 菩萨得必进空的缘故 心存守 己面下 不说 不意义的话 我们要说 利益相应的话 要具备哪些特征呢 这边有举的五项 这五项其实 在我们自己要劝告别人的过失 或者是要忍受别人的毁谤 种种 其实都很实用 那什么是利益相应的话呢 第一个 就是他所说的都是正法 而不是非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 是要合乎正道 不要说非法语 再来我们所说的都要真实 并不是妄语 还有我们的态度要柔软 不要粗暴 我们的发心 要慈悲 不要起沉慧心 而且实解因缘 要恰到好处 要硬时机 在好的时机 观察人心 随各地的地方风俗 恰当的时间 空间 来为他说法 那我们对照角著五十四 扎寒497经 这边也提到 跟这段文非常类似 佛告社利福 如果我们要举别人的过失 说别人有过失 那应该要具备几种要素 第一个 我们所说的内容要真实 你不要凭空捏造 第二 实机要恰到好处 不要 人已经很欲足了 不是恰当的时机 讲得再多 有时候效果不大 再来 要易饶欲 易饶欲就是对他有帮助 有的人讲话 只是发花牢骚 并不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这个不说也怕 再来 态度要柔软 不出报 才发心 要慈悲 不称慧 那反过来说 如果有人 他用不实地 毁谤我们 我们内心是不是都能够不动摇 如果有人 他不是很恰当的时机说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接受 再来 有的人 他不是对我们 要利益我们 有的用粗暴的话 有的用称慧的发心 来说我 指责我们 我们是不是能够如如不动 这些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那不退转的菩萨 他不说无意 他要说 那一定是利益相应 他经常会把握这五种要素 那底下 他要提到 要说利益语 利益语的内容有哪些呢 第一个 是教人家大圣的佛道 大圣法 第二 教导二圣的内盘道 第三 教导人天的福乐道 这都是利益众生 人天道这有五圣共法 二圣这是三圣共法 佛道是大圣不共法 若今世得非罪乐 有人得乐 但是不以正法 伴随着罪业得乐 这个不究竟 如果我们要让中中者得乐 不要夹杂中中的罪行 常远离口 是恶故 底下就是说 我们菩萨怎么样经常 所说的都是有利益的话呢 第一个 自己要远离 口是恶 我们自己能够远离 忘语 恶口 两舍其语 那这四种恶的都断除了 那如果再有说话的话 那一定是有利益的 所以要说有利益 先断除这个四个不好的 再来 于众生中慈悲心大固 你对众生真的慈悲的话 你说的才会有利益 对不对 你对众生没有慈悲 那心里又起分别 又起夹杂的烦恼 那怎么会说有利益的众生的话呢 不会嘛 所以我们要说利益 要不断掌养自己的悲心 第三 又能致吹薄诸烦恼 就是自己要降服烦恼 有时候父母亲要教导小孩子 出发性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夹杂的烦恼 或者是为了炫耀 种种 那这就不一定得到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经常说利益 自己的种种的烦恼 也要降服 所以这里 这几段很好 我们要经常说有利益的话 要先远离口是恶 要掌揚慈悲心 自己要降服烦恼 是以能种种因缘 来说利益众生的话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